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節目,我是調查員杯杯 每個女生都希望擁有一對又小又長的大長腿 我聽說有一件事非常神奇 可以令你不需要吃藥,不需要減肥 不需要運動就可以擁有一對大長腿 究竟這件事是甚麼呢,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最近天氣慢慢轉涼 很多探靚的女性都開始著墨 怎樣穿衣服打扮,這樣才可以美麗又不動人 而一雙絲襪絕對是中當女性的首選 而最近一種號稱穿了可以研製的瘦腿襪 正正流行著起身,這種瘦腿襪是否真的這麼神奇 我昨天穿了真的很神奇,一穿就瘦 對,真的,真的,這些質地很漂亮 另一剪,就是這個剪,剪一個洞 它也不是滑的,也不是這樣 它也不是垃圾的,真的很漂亮 我看,有點重 我想看,它穿了久之後是否真的可以瘦腿 很多商家都將各種款式不一 顏色不同的瘦腿襪放在最顯眼的位置 商家不停地向暗訪人員推銷瘦腿襪 說這種襪可以加速燃燒腿部的脂肪 消除腿部的水腫,防止植物曲張 已達到瘦腿喪型的功能 這種襪一穿了就可以令到腳立即變手 並且保證穿多一點,穿久一點 真的可以達到瘦腿索身的效果 那這種襪腿物是否真的可以達到這種美好的願望呢? 今天我們就調查到底 聽完這樣說,真的覺得這個襪腿物是筍物 你想想,現在的貪美的女生減肥已經是不分季節了 如果這個襪腿物不僅僅可以襪腿 而且可以無事無刻燃燒之方 我覺得這個簡直是史上最偉大的法令 好,那你試一下 真的嗎?讓我試一下 好,那看看我們導演給我的這條襪子 跟平時有甚麼不同 咦?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其實這個襪腿物跟平時的絲襪很不一樣 平時的絲襪一扯,它就扯得很開 但這個好像要用很大力才可以扯得開 一點點而已,一點點而已 那我試一下是否真的可以達到一個瘦身的效果 導演這個還是我的馬嫂? 對,按照你馬嫂來賣 很緊,怎麼穿? 穿,我穿得到的 你是否撐我? 每個人都是這樣穿 這個導演不用撐人嗎? 這種看上去是普通的絲襪 但穿起來至少要花費10分鐘 並且還要廢掉狗牛耳虎之力 才可以勉強穿好的襪 就是非醫用的靜脈曲張襪 也就是俗稱的瘦腿襪 商家捉住了醫用的靜脈曲張襪 瘦腿的意外效果 美化襪的外觀 就將這個靜脈曲張襪 改造成大受廣大女性歡迎的瘦腿襪 也有用過 我身邊有朋友用過 有嗎? 沒有,不過我朋友有 不想 因為牠比較肥 聽說可以瘦腿 據說可以瘦身 什麼工作室 一般都不很喜歡 為什麼不喜歡? 因為覺得比較緊身 很緊 牠們就說在身上 覺得自己的腿會柔軟一點 看起來 怎麼會覺得 應該都有點好說 緊一點 或者怎麼樣 沒什麼特別 有嗎? 就瘦腿襪 那個我不知道 有感覺嗎? 不覺得有 就是 躲住了都不是瘦的 美影就趕一趕 不少街坊就說 牠們自己或者身邊的朋友 都有穿過這個瘦腿襪 而且一次地覺得 穿了她之後 腳真的變瘦了 雖然穿的過程 跟剛剛的調查員一樣 要花費很大的力氣 才能穿上去 但為了身材 牠們還可以忍受 穿上瘦腿襪的不聲 好,現在我穿完這雙襪 基本上整個過程 是穿了五至六分鐘之間 穿上去 穿完之後 我現在的感覺很不舒服 全盯著 看看效果 大家看到 這個是穿了 這個是沒有穿的 效果好像很明顯 你看這個那麼瘦 這個還那麼肥 而且這邊 你看看 這裡本來有曲線 這裡已經是直了 哇,真的想不到 技巧這麼好的 現在可以看到 穿了襪鏡這邊 是明顯瘦了很多 但瘦了多少 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就 用把尺來讀一下 我剛才就量了一下 穿了瘦腿襪這邊 測量出來的結果是43 而沒有穿的這邊的腳是46 整整是差了3厘米 哇,這個真的差距太大了吧 嚇死我了 我們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 背背在穿上瘦腿襪之後 整個腳形都發生了變化 原來有明顯曲線的大腿 現在就變得又直又小 見到這樣的效果 調查員又驚又起 對這個瘦腿襯賺上有加 只不過 我們的調查員 已經不是第一個 稱讚瘦腿襪的人了 其實有不少明星都推薦過這款產品 我後來是穿有一種 那個靜脈曲張襪 靜脈曲張襪 現在也有賣就是比如說絲襪 或是靜脈曲張襪 就是只有小腿那一塊 然後我每一天睡覺都穿著 然後上班 除非真的拍照 要露到頭才會脫掉 就會絞著那個腳的形狀 做明星的推薦 這些瘦腿襪的銷量 亦都是砰砰的上升 剛才我在網上也查了一陣 這些商品不外乎都是打著 台灣品牌 意大利進口 明星同款等等這些旗號 雖然價錢是有高也有低 但銷量也不差 有三千條左右 對於好像我這些貪美的女生來講 最具有吸引力 都是莫過於一著上 就可以瘦身的這種效果 但是為什麼它會有這麼明顯的效果呢 根據商家所講的 瘦腿物之所以可以瘦腿 是因為這種瘦腿物裡面 加著發熱毛圈 雖然看上去很薄 但裡面的熔面毛圈 可以令人自身的熱量 形成一種熱量循環 這種熱量循環可以燃燒脂肪 從而達到瘦腿的效果 商家就說 這種物可以通過一種 燃燒脂肪的作用來達到瘦腿的效果 我們生活當中的三副鞋物 都有發熱的 它是否可以做到燃燒脂肪的作用呢 還是只有這種瘦腿物 才可以達到瘦腿的效果 對於這個問題 我們還需要一定的數據來進行驗證 今天我們這個實驗 邀請了三位工作人員 一起來完成 首先想問大家 有沒有平時穿絲襪的習慣呢 穿絲襪? 我是男生 怎麼穿呢 我也沒想過問你 問一下寶珠 嗯 都有的 我夏天冬天都會穿 夏天就會穿薄一點 現在那個瘦腿物都會穿 那曼星你呢 我以前是沒有穿的 後面是我朋友介紹 我現在都有嘗試去穿 哦 OK 現在三位的情況我都了解了 這次請來協助實驗的三位工作人員 其中一位是男性 可能見到這裏 大家一定覺得我們想忍你們少 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按照商家所說 這種瘦腿物是靠設計從而達到瘦腿的效果 那就是說不分年齡、性別和體型 所以我們除了找來身材雲青的女性工作人員之外 還特地找來一位男性工作人員 作為這次實驗的志願者 下面施了二次 立即開始這次實驗 那照來我會將三種不同厚度的絲襪給大家試著 但在試著之前先來測試一下大家的腿部的溫度 在十五開始之前 調查人先讓三位工作人員 測量一下腿部的溫度 並且一日記錄低 作為一個參考數值 經過儀器的測量 一號工作人員的左腳是30.2度 右腳是31.3度 二號工作人員的左腳是31.7度 右腳是30.4度 三號工作人員的左腳是32.9度 右腳是33.5度 OK 我們實驗之前 腳部的溫度已經測試好了 接下來我將會分發三種不同厚度的絲襪 給我們三位工作人員穿上的 或者令到實驗更加科學 工作人員就拿到了瘦腿襪 全部穿上左腳 現在我們三位工作人員都分別穿上不同厚度的瘦腿襪 接下來我將會在手上這兩個分發給我們其中的兩個工作人員穿 那偉哥就空白對戰不用穿了 一號工作人員 左腳穿了厚度為120D的瘦腿襪 右腳穿的是普通的絲襪 二號工作人員 左腳穿的是厚度為200D的瘦腿襪 右腳穿的是普通的打底褲 而三號工作人員 左腳穿的是厚度為5D的瘦腿襪 右腳就不穿襪 那我們三個工作人員 左腳穿的是厚度為5D的瘦腿襪 右腳穿的是厚度為5D的衣襪 我們三位工作人員將會休息30分鐘 之後將會測試一下他們左腳和右腳的溫度 30分鐘後 主持一一測試戰者的腿部溫度 並且記錄下數值餘憲 好,三位工作人員在穿襪之前和穿襪之後的數據 這個我已經寫在白板上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第一個是我們這個 30點2、30點4 好像沒有什麼明顯的差別 只是有0點多的一個相差度 然後第二個 是我們穿了瘦腿襪之後的前後腳的溫度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相差的都不是非常之大 這次實驗的數值 並沒有出現較大的差蓋 兩位工作人員穿了瘦腿襪 左腳的溫度前後變化 只有0.1到0.2度的差異 而右腳的前後溫度就相差到0.1到0.4度 我們再把左右腳的溫度相比較 他們的溫度變化也只是0.1到0.4度 上下之前就說 這種瘦腿襪靠的是 一些襪子發現從而燃燒脂肪減肥的效果 但這次實驗的數據顯示 彈力襪並沒有明顯的發現現象 也沒有比普通衣襪的保溫效果更加優秀 難道它沒有起到燃燒脂肪的作用 瘦腿襪是否真的不可以瘦腿 那麼預防植物曲張 消除水中的這些功效又是真的假的 我們平時還可不可以穿瘦腿襪呢 下次回來 生活調查團繼續為你調查 基於種種疑物 編導決定帶著數據前往醫院請求醫生 編導來到醫院和醫生打招呼 並且將建設內容推密說了一次 醫生就建議多了一個實驗 就可以清楚見到這個物是不是真正起到作用 於是編導就帶著三位工作人員 一起來到醫療機構 三位工作人員同樣把彈力襪穿在左腳 然後利用CD短層素眠雙腳的各種組織口度 然後再叫醫生解讀CD片 穿上這種襪子之後呢 腿部的脂肪組織的厚度幾乎沒有變化 肌肉組織的厚度它會縮小較為明顯一點 我們可以說彈力襪的壓力 並非作用在脂肪組織 而是在生存的肌肉組織上 專家亦就說 單靠這種的瘦腿襪來達到瘦腿是不現實的 因為這種襪子穿上之後 它只能夠令到我們的腿部的脂肪和肌肉壓縮 從而達到一個整體腿部的腿圍變勢 所以彈力襪不可能達到脂肪燃燒的效果 原來這種的瘦腿襪是根本沒有燃燒脂肪減肥的效果 它只不過是我們視角上的一個美麗的方言 其實當我們脫下的時候 腳都會恢復原來這樣 在我們之前也說到 這種的瘦腿襪是基於靜脈曲將脈改造而成的 靜脈曲又是什麼呢 肌脈曲張是一個在臨床上很常見的疾病 特別是在血管外科 那麼這種病它的表現就是一個血管擴張 那麼我們在外觀上看到這個病的腿像蚯蚓一樣 我們有時候把它稱之為蚯蚓腿 那麼可以看到這個血管彎彎曲曲的 腿上顯示一個青紫色的線條狀和縮條狀的變化 原來靜脈曲張是一種病 它是由於血液乳製 靜脈管壁波藥等因素造成的疾病 專家還跟我們說 這種病是不分年齡層的 而一些需要整日站和整日坐的人群 就更加容易得到這種病 那麼靜脈曲張脈是什麼呢 大家看這個醫用的這個彈力彎 它是一個人工量子差異定做出來的 那麼看起來不太好看 因為在那個鎖邊 但是它的工作原理就是 利用了我們這個壓力梯度 從外加我們穿戴之後 從外邊幫助我們的靜脈 促使淋巴液和組織液的血液的回流 靜脈曲張脈不是普通的脈 它是由力的作用和分布的 在腳裸部建立最高支撐壓力 順著腿部向上逐漸遞減 在小腿部減到最大壓力值的 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九深 在大腿處減到最大壓力值的 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五 壓力的這種遞減變化 可以令到下肢靜脈血回流 有效地緩解或者改善下肢靜脈或者靜脈反膜 所承受的壓力 原來靜脈曲張脈是用於治療的 剛才我們的專家也說到 好像老師、白領這些職業很容易患上這種病 基於靜脈曲張脈原理而改造而成的 瘦腿脈又是否可以真正預防靜脈曲張呢 調查員提出這個問題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如果說瘦腿脈可以有效預防靜脈曲張 那對我們一些需要整日站和整日坐的職業女性 無疑是一個不消聲 所以杯杯馬上就準備了一個實驗來求證 現在在我旁邊就有這個普通的脈褲 還有含有壓力的瘦腿褲 以及是醫用的靜脈曲張脈 那究竟這些脈是否可以真正預防靜脈曲張呢 我們一起開始今天的實驗 這次實驗調查員就將自己的腿脈量出來 然後穿不同的脈之後再次測量腿脈 腿脈縮小的數字越大 證明脈的壓力就越大 在實驗過程當中 杯杯也都將數值一一記錄 調查員的左腳正常的情況下 在30厘米、60厘米和70厘米 這三個高度的腿脈 分別是30、41、40厘米 好,那量完這個胸白對照之後 我就馬上來試一試我們這個普通的連脈褲 調查員穿了普通脈脈之後 三個腿脈分別是30、41、40厘米 剛才我就試了普通的脈脈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左手邊 普通的脈脈和我們剛才的胸白對照的數據 是一模一樣的,即是沒有發生變化的 接下來我將會給大家顯示的 就是穿這個有壓力的瘦腿脈 是怎樣的一個數據 調查員穿了瘦腿脈的三個腿脈 分別是27、38、43 剛才我穿了一個瘦身的瘦腿脈 大家可以看到數據很明顯 已經比前面這些少了幾厘米 最後我再來試一下 醫用的植物曲張物 穿了醫用植物曲張物之後 三個腿脈分別是27、39、44 經過10個測試之後 已經把所有的數據記錄下了 好了,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數據 我剛才穿了分別 是三種不同腹脈的數據 首先第一個是胸白對照 第二個就是我穿普通脈之後的數據 大家可以看到胸白和普通 這兩個數據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再來看看瘦腿的這一邊 瘦腿這一邊 跟胸白對照來說 很明顯是出現了差別 是3厘米的 所以說這個瘦腿效果都是有的 再來看看我們最後的醫用植物曲張物 很明顯跟我們的胸白對照來說 我們的醫用物是呈現了一種遞減的趨勢 那這些數據又意味著的是什麼呢? 接下來我就把這些數據 交給我們的專家進行一個分析 根據我的專業知識判斷 我剛才拉了一下 那麼感覺呢 這個腳部的和這個 橫部的這個彈力呢 是差不多的 那就證明了它的 好像應該是沒有這種壓力提度 那麼如果說 有靜脈曲張的患者 或者說呢 一些魔龍之夜 長期久站 或者說是 行走的這一類人群的話 那麼穿起來有一定的危險性 專家就說 因為瘦腿脈 不是好像醫用的植物曲張脈 有一個壓力的態度 由於它整個脈都是一片成形的 所以它在不同部位的壓力都是一樣的 這樣的脈著在身上 等同於一個子血帶 原來瘦腿脈根本不可以達到瘦腿效果 而且不可以預防靜脈曲張 那麼我們還可不可以將希望寄到 在消腫作用上呢 好像我們平時企固了之後 腳都會出現一個水腫的情況 那麼如果它可以減輕我們這種水腫情況 那固然是好 但是它是不是可以真的達到這種效果呢 那麼從肌脈的角度來講 因為肌脈的壓力是比動脈的壓力低 如果你選擇這個脈不合適的話 這個壓力 雖然沒有高過動脈的壓力 但是呢已經超過了肌脈的壓力之後呢 你這個血液回流困難 所以呢這個會加重肥腫 那麼也許在你的生活中間 你會發現你穿了一天的這個褲襪 然後這個回到晚上回到家裡的時候 你這個腿好像變得真粗了 這個原因呢就是有一個枯 導致的血液 這個肌脈回流不好 那麼調查到這裡呢 我們就知道商家所說的瘦腿物具有 減肥、索身等等的這種效果 只不過是商家誇大來說而已 那而且商家在設它的時候呢 是根本沒有利用靜脈曲張脈的原理來完成的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我們採用的是 醫用上的靜脈曲張脈 那是否可以達到瘦身、索身的效果呢 那我從專業的角度來講的話 這個這兩種蛙的話 其實都達不到瘦身的作用 因為它們的作用的主要的目的是 促使肌脈的回流 引爆組織的回流 瘦身的話 我想的話 最重要的是要燃燒體力的脂肪 那麼最有效的辦法 應該是治癒鍛鍊 那我之前也有試穿過這種瘦腿脈 那穿上之後給我的感覺就是 嘩!好蠻好緊 而且肉已經擠到一邊去了 很不舒服的感覺 那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還可不可以繼續穿這種瘦腿脈呢? 如果長期的穿 譬如說一天到晚 或者說連續性的 那麼這樣穿下去呢 我們的這個組織被持續性的受壓 所以呢 如果說你的壓力高過了這個動脈的話 那麼這個動脈的血供會減少 減少會帶來組織的缺氧 專家就說這個瘦腿脈 由於是整個脈都是同一個壓力 會導致腿部的血液不可以循環 會有缺氧的現象 而當你脫下瘦腿脈之後 出現水腫和蒜頭等的現象 這個是缺氧的症狀 那麼這個缺氧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問題呢? 你說輕度缺氧就是酸脹啊 不舒服啊 那麼重度缺氧呢 會帶來疼痛 這個莫名感覺到這個腿會痛啊 甚至抽筋啊 這樣的一些變化 嚴重的話呢 嚴重的話 嚴重的話 那如果血液不 如果在血液達不到攻擊 長期不能攻擊之後呢 嚴重會引起這個肢端的這個壞事 哇 真是不查不知啊 原來這種瘦腿脈呢 沒有達到我們如期當中的效果之外呢 還會對我們健康存在一定的風險的 那杯杯在這呢 就提醒各位貪美的女生了 不要為了去追求瘦 而穿這種瘦腿脈了 不過我接下來 我有幾種好方法要介紹大家 讓大家一起來瘦腿的 醫生亦都跟我們說 要瘦腿還是要靠運動 接著來生活調查團 教大家一個非常之有效的瘦腿運動 這個瘦腿運動主要分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先深蹲 然後起床抬高左腳 再深蹲 起床之後高抬右腳 第二個動作就是兩腳手曲 平躺在地上 然後將臀部抬起 這樣的兩個動作為一組 每次做八組 每日四分鐘 就可以令你輕鬆擁有大尾腿 好了 節目到了這裡 我們就要結束了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官方內容的話 可以關注我們生活調查團的公眾微信號 下期節目同樣精彩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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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